我只想坐第二次 只想坐一次啊 不想坐第二次 那你回去怎么办 回去那么多选择呢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火车站 我们决定还是叫一个车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到那个曼谷火车站需要28公里 车到那边的话大概是六十几块钱 9870 98 哎天哪 他要吊个桶了 吊个桶 吊个桶 那看吧 OK 坐火车我们需要车13个小时 卧铺的话没有了 反正今天晚上我又准备了 一个晚上不睡觉了 那边的酒店我昨天晚上也订行了 到清迈的话大概是凌晨四点钟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坐过泰国的火车 我们还要去取票 还要在哪个入站口去进去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都要去找一下 所以说时间还是 宽松一点比较好一点 在这边的话很少看到过泰车的 我目前就看到三辆比亚迪 开到现在还有6.8公里 我觉得他们这趟的话有点不太划算 总共大概有30公里这样子 然后他们还要上高速 总共的话路费是60块 昨天我们从那边打车回来 七八公里就26块钱了 听见这个感觉它有点不太划算 谢谢 谢谢 那边有电机上去 这边摩托车怎么停的这么整齐 一点空隙都没有 首先问他这个是火车在吗 对吧 这是第一个 坐火车是在这边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们得问他在哪里取票 第二个 去吧 在哪里取票 到哪里取票 在哪里取票 在哪里取票 好 好 这是公里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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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取票 清迈 我们有票 对 是的 是的 撤车成功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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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清迈 2 232 嗯 Ticket already You show this on the train Ok?Ticket Ticket Cop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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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show my phone on the train Show ticket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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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form number 6 I know I'm good 英文不太好 是有點著急啊 是吧 很好 我們能聽懂了 就是說用艾威瑰在這邊掃描 是吧 人就在這邊請上 嗯 拿了 哎呀他这个东西搞的挺麻烦的 黄文英文现在已经不太行了 翻译不了 我得去用我这个翻译机再去试一下 去那边等啊 我还是跟后面那个小帅哥去聊聊吧 我在网上买的去清卖的火车票 请问在这边需要先取票吗 翻译机真的不要买 翻译机真的不如手机 最好的方式我就是刚刚用那个手机啊 我打一句中文 它会翻译成泰文 然后 旁边的那个小哥呢 他就 说泰文 然后翻译成 中文 我们这样交流的话 就好像是无缝交流 非常的好 现在总算是弄明白了 到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票据 给工作人员看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 去刷什么二维码 也并不需要取票 泰国的火车站 就跟这个飞机场就靠在一起 特别近 对面 然后这边就是火车站 他们这个火车站比较特别 直接在那个高架爱城 两边全是通透的 特别的凉看 风特别大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以为那个过路费的话 是那个司机处的 没想到也是我处 那等于说我从那边过来的话 需要70块钱 哇 这样看这个泰国的话还是蛮漂亮的 他这边的话是慢车应该是 不然不可能13个小时了 泰国不知道有没有高铁 火车来了 我们现在从那边上去吧 然后再找周围吧 哇 比较窄 好窄啊 你没看懂你研究了半天 我问一下好吧 你问一下人吧 这边有人要进 没有人进 你不要等着路 我问一下我的眼睛 很奶 这边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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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朋友找不到座位了 你先坐这边吧 这边有个7号 我有个7号是这边的 因为我们俩是分开的 你先坐这边好吗 9-23 那肯定是9号车厢 不一定啊 那我刚刚给那个人看 他也看了下这个座位 他就给我指着这边 他就叫你在这边上车而已 车五个人来不 男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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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应该是二整座 二整座的话 比那边的座位要好一点 现在已经坐下来了 但我买的是空调车 这个为什么不是空调车 我特意买的空调车 上面这边窗户全是敞开在这边的 上面都是电风扇 并不是空调车 空调门还在前面 这样一路颠簸的话 要颠簸到什么时候 13个小时 这边就车上了 感觉睡也不太好睡 隔壁这个桥的话 睡得到挺小 后悔了 后悔了 应该定个卧谱 但是卧谱的话 没有票啊 起码可以躺下来睡 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就当一个 全新的体验嘛 等一会跟村务员去讲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跟婆婆两个人坐到一起去 刚刚下了一波人 然后现在有两个座位也空在这边 我跟婆婆两个人的话 先坐过来坐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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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个火车非常的恐怖啊 门都不关 挺吓人的 这个火车说实话真的非常的破旧 摇摇晃晃的 现在到了一站了 这个是泰国的 一个小站 估计是一个小镇吧 好热 这个小镇还挺好看的吗 要不要下 肯定不下 你看 这个火车坐的人特别的燥热 就是你身上 就是很黏 黏黏荡荡的 就这种感觉 没黏 就特别想跳进游泳池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就在这边欣赏着这个泰国的这个炒的荣光 你好 文贵的 词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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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同伙现在车上玩游戏 两个人就在这边玩游戏 就在这边熬食泉啊 现在雨下着特别冷 外面的雨都能踏到我们的车上了 然后那边那个窗户还没有滚 这个站 正常物质可以来注意 你不要看这个火车这么庞 到上面都不能乘香烟的 现在就是一边在坐火车一边在淋雨 坐这门洞里面的女排飘就满了 哦 一下冷一下 现在又冷了 这个火车的体验真是太大了 一会儿热死人 现在又冷死人 现在晚上八点半 然后这个东西 往往在这边睡觉 然后这个里面现在不知道是开着灯光的原因 一会儿一会儿蚊子特别多 不是蚊子 就是那种虫子 有点像蚂蚁的那种 一会儿跑这边 一会儿跑这边 到处了水 你跑到水吧 我给你看的虫子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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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睡不着 这边的零食 已经被我们给吃光了 晚饭没有吃 马上11点钟 嗯 还有五个小时 马上就四点钟了 刚刚我们就在这一段就下了 下去的时候 幸好那个城 城务员说 no 青麦 no 青麦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青麦 还好他提醒了一句 然后我们就上来了 要到下一站 这一站我还以为是青麦呢 反正已经到青麦的境内了 现在已经到了青麦了 现在四点十七分 然后的话 我们看看那个青麦里面 青麦车站里面的话 有没有坐的地方 我们去那边去坐一会儿吧 坐到天亮然后出去 一个晚上都没睡觉 红红大概睡了 两个小时吧 凡是浅度睡眠 并不是深的 一分钟都没有睡觉 不可能啊 我是一分钟都没睡 我只是眯了眼睛 但我很难受 跟着就睡觉了 而且特别冷 那个风吹的 窗户全开在那边 不过还好下车以后 就没有那么冷 对吧 对 在火车上面那个风太大了 我只想坐第二次 只想坐一次啊 不想坐第二次 那你回去怎么办 回去那么多选择呢 我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现在天还没亮 然后的话 就跟我们那边一样 现在就是全是出租车司机在这边 那我们就等到天亮吧 等到天亮 我非常非常的饿 这边就有一个711 去买点东西吃吧 就拿了20块钱 看看可以买些什么东西 现在特别想来一碗粉 热气腾腾腾腾腾腾腾 多少 多少 75吧 25 1 2 烤鸡蛋啊这是 应该够了吧 我还以为钱不够呢 再给 买了6个鸡蛋 还有一个跟粽子一样的那个东西 总共多少钱 总共60 总共12块钱 还好吧 挺便宜的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得慌 还是得吃啊 哄哄她说她是什么都不想吃 她只想睡觉 诶她这个鸡蛋怎么有点黑 嗯 味道也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我闻到了 可能是烤的原因吧 特别的诱人 诶 味道非常好吃 这跟我们那边的铁蛋差不多嘛 就是根本没有蛋黄 没有蛋黄 蛋黄 蛋黄呢 蛋黄呢 这是鸡蛋吧 为什么会没有蛋黄呢 这长得跟鸡蛋一模一样啊 对 但是就是没有蛋黄 真没有蛋黄 第二个也没蛋黄 你吃吗 我不吃我不吃 我什么都不想吃 哇 我真的不想吃到 这个里面不是叶蓉 是山芋 对 刚刚我一口鸡干了五个鸡蛋 实在吃不下去了 还有一个 我什么都不吃 全是我一个人吃 有点腻了 啊 刚刚我发现一个 他们这个火车站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电风站怎么这么大啊 就这个电风站怎么这么大啊 超级无敌大好吧 这个电风站好大 还有个泰国的小巷 这个火车站也是那种露天的 从这边到这边 就直接可以坐火车 没有我们国内那么复杂 哈喽大家好 我们的精力已经全部回来了 从早上七点钟一直睡到 现在两点钟 睡觉的话 把昨天晚上损失的一些精力啊 全给补回来了 今天早上太早就没有拍这个房间 这个是我新订的一个房间 小MAS小了一点点 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提早入住 还是不错的 这边还有一个冰箱 也是可以用的 是一个冰箱 空调也有电视也有 关键就是有热水洗 非常的 我们是这么安排的 现在呢先出去吃一个饭 然后在这个附近的景点 就是我刚刚手机开了一下 在这个附近有几个景点 今天我们就先逛一下这个附近的景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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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